上集说到婆婆派自己的外甥去小慧牛肉面馆偷学技术 外甥却被小慧感动 把实情都告诉了小慧 就在这时 婆婆打来了电话 小伟 早都下班了 你怎么还没回来 赶紧把今天的培训内容墨写出来 明天我要给我新招的员工培训 耽误了我的大事 我要你好看 大姨 晚上我就不回去了 这边有宿舍 我就在这边住了 你敢和我作对 你父亲的病我不管了 你母亲还到处借钱呢 我都已经答应你了 你莫写出一天的培训内容 我就给你五百块钱 你爸不吃药了是吗 你现在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嫂子给我爸妈打了五千块钱 我把这个月的吃药钱已经够了 我嫂子算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我嫂子 我以后就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工作 我会尽我所有的能力报恩 好啊 你把所有事情都告诉她的是吧 你简直是忘恩负义 你忘了你爸没钱吃药的时候 是我给你妈拿了五百块钱 你现在把钱还给我 大爷 我妈当时问你借三千块钱 你却只给了五百 我哭着说我以后会还给你 可你还是没有借 但就算这样我依然感谢你 因为那五百块钱确实也是雪中送炭 等我这个月发工资了 我会拿八百块钱还给你 我为什么要等你发工资 我不要你的八百块钱 我现在就要这五百块钱 现在立刻马上给我 我开这么大一个牛肉面馆 你当我缺你那三百块钱吗 我为的是出这口气 大爷 我现在没钱呀 你也知道我爸生的这个病 我身上有一点钱都给我爸了 等我发了工资第一时间就给你可以吗 不可以 必须现在就给我 不然我就问你母亲要 我还要问问她是怎么教育儿子的 过来投奔我 最后就是这样坑我的 我的牛肉面馆要是倒闭了 最后都要怪你 小伟 你答应她 现在就给她五百块钱 这五百块钱我给你出 大爷 我嫂子同意给我借五百块钱 我现在就把五百块钱还给你 她凭什么多管闲事 这是你借我的钱 她凭什么替你还了 大爷 这可就是你不讲理了 你说我欠你五百块钱 现在我也把五百块钱还给你了 至于这钱怎么来的 和你没有关系吧 我嫂子也没有替我还钱 这五百块钱是她借给我的 小伟 我是在你燃眉之急的时候 把五百块借给你的 你以为还五百块钱就能这么算了吗 我这五百块钱相当于是雪中送炭 它实际上可能等同于一千块钱 甚至两千块钱 你就这么轻描淡写的还给我了 你以为这事就这么算了吗 就算是还八百块钱都不够 你还要不要脸了 借你五百块钱 还你五百块钱 有什么不对的 你如果觉得不合理 你就去起诉我们 法官判我们该还多少 我们就还多少 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雪中送炭 当初小伟母亲借三千块钱 你只给了五百 问你借钱的可是你的亲妹妹 你也不是说没有三千块钱 可你就拿了五百块钱 这还是因为你想要利用小伟 才拿的这五百块钱 你还好意思把自己说的多么高尚 小慧 伦德到你来质问我吗 你把牛肉面馆转让给我 却不把技术交给我 也不教我是怎么培训人的 有你这么做人做事的吗 你的良心简直坏透了 你就是想看着我亏钱 我现在赔钱了 你心里是不是特别高兴 牛肉面馆是你应从我手中要走的 这家面馆我经营了三年 我都有感情了 当初我前夫你儿子还劝你 不要接手牛肉面馆 害怕你不会经营 你却大手一挥 说牛肉面馆有什么经营的 说这里面的道道你都懂 结果呢 不到两个月你就开始赔钱 你还让小伟上我店里来偷学 你觉得你自己可笑不可笑 小伟来投奔你 是为了给他父亲挣吃药的钱 结果呢 小伟没有找上一个正式的工作 反而让你用五百块钱 拿捏住 小伟这样的年轻小伙子 在哪里不能找一个 四千块钱左右的工作 我不和你说 我要和小伟说 小伟 你现在听我说 你不要听小慧给你花言巧语 他一个月能给你开多少钱工资 他是新店开业 恐怕自己都裹不住 而我这边不一样 我这边是客源成熟的老店 以后你可以在我店里做店长 我给你分百分之二十的干股 我不想去做店长 我就在我嫂子的店里工作 我嫂子给我开了五千块钱一个月 本来这个岗位是四千块钱一个月 我嫂子知道我父亲每个月要吃药 所以每个月都给我开了一千块钱 我嫂子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也是真心对我好的人 我以后会好好工作 报答她对我的恩情 小慧真有你的 你这是用钱财收买人心 小伟区区一个月五千块钱 就把你给收买了吗 我给你的可是店长的位置 我这可是老牌牛肉面馆 干好了一年十万块钱不在话下 你难道想一辈子干个服务员 你觉得有什么前景 你还小 你要往长远做打算 大爷 我已经二十多岁了 你当我什么都不明白吗 我不想看得多长远 我只想先解决我爸吃药的问题 让我爸快点好起来 就算我年龄再小 我也知道谁对我好 谁对我不好 我也知道我自己的能力 我干不了一年十万块钱的活 我就在我嫂子这拿一个月五千的工资 你以为你知道的都是对的吗 一个人想让你做店长 一个人只给你干服务员的位置 这两个人哪个是真心为你好 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 不要觉得谁对你态度好 谁就是真的对你好 那些对你严厉的人 才是真为你好的人 大爷 你是当我傻吗 我一直刻刻气气跟你说话 并不是我什么都不懂 我只是还留有最后一丝面子 既然你不要面子 那我也就不给你留面子了 我爸吃药 嫂子是那个实实在在拿钱出来的人 而你呢 你只是嘴上说 画大饼谁不会 我具体能挣多少钱 你根本都没有提过 我空挂着一个店长的名头有什么用 而且你的牛肉面馆生意很惨淡 恐怕自己都在赔钱 说是给我百分之二十的干股 等我一年到头干下来可能一分钱都分不到 因为你可以告诉我说你也没有挣钱 我说的没错吧 可以可以 你现在翅膀硬了 我要打电话给你妈 我要问问你妈是怎么教育你的 我好心好意让你过来投奔我 我给你提公住的地方 不至于让你露宿街头 我为你掏心掏肺 一上来就给你安排店长的位置 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 你到底是过来投奔我 还是过来害我的 我现在就给你妈打电话 那你就给我妈打电话吧 你看我怕不怕